下雨了 刚才下的特别大 但是我看天空 看天空应该还是晴天还有多云的天气 今天计划的是去摆地摊的 天上还有白云的 可能太阳雨吧 希望不要下太久 没下雨了 我说是太阳雨吧 所以现在天气好了 就抓紧时间出门 今天星期五周末 应该人还挺多的 这个买菜的小拖车挺好的 把我的货物放在里面这里拖 因为我的商品还比较重 所以这样一拖就不是特别的重 还感觉有点像打货啊 摆地摊的味道吧 然后呢今天为了节省成本 因为是摆地摊嘛是吧 本来也没赚多少钱 也不可能开车去 那个油费什么的 这也挺麻烦的嘛 所以 今天就坐 公交车去 因为从我这个地方到江山路呢 坐公交车需要一个小时 现在是四点 过去大概五点多钟吧 不知道有没有位置啊 有没有好位置 好了 一个小时后见 说点心里话哈 我真的 我到了以后我内心有点不想摆了 有点累了什么 我感觉 有点怂了 我感觉 完了车轮子还坏了 哦 哦 走了 去看一下有没有位置 哎 这些人都几点钟 这些人都几点钟出来的 这什么呀 这自行车是占位置的吗 这地上好像都是占位置的 哎 这个有意思 风水啊 风水 风水也可以摆摊子 这是别人的出口啊 不行啊 哇 现在才五点多钟啊 这这哪有位置啊 这都是卖衣服的 够吧 银行门口摆多好 发财啊 带了一个垫子 这是原来做草地上面用的 这可以摆吗 可以摆 谢谢 看一下啊 我主要是卖什么 这个东西挺重的 这什么呢 这个呢是我 我妈吧 我妈我们家里 她那个叫什么 算命银行啊 不对 那个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当时好像是说 奖品还是说发不出来工资 就就发了每个那个人就销售吧 每个人发了一个什么十几个吧 还是二十个 像这种 这种 钢化的叫菜板 或者是叫砧板 夏天切水果用的 然后它这上面有个那个 中国 中国人寿的那个制 他们公司发的 我们家有一箱 现在家里还有十一个 所以呢今天的任务就是 能不能把这六个 钢化菜板 能够把它卖掉 这就是我的任务啊 我有做一些宣传 卖东西吗 便宜甩卖 厂家定制的钢化菜板 因为我怕我自己不好意思吆喝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让他们 然后防煤防菌 就铺在地上 OK大家可以自己 哎呀自己看一下 让他们自己看 哎呀怕晚上光线不好 我还带了 我自己的那个摄影灯 吸引观众的吧 吸引那个 走过路过的朋友们 这个一闪一闪的那种 彩光灯 可以吸引一下 其他人的注意力嘛 我也不知道这里光线怎么样 到晚上有没有灯什么的 这里可以增加一下照明 照明灯 带了两个 刚才还没介绍我今天准备卖多少钱啊 总体说这个是目前是没有成本的 所以呢 我在淘宝上有搜索一下这个 钢化的菜板大概的价格是20 就是一般价格是20 然后便宜点呢 可能就是10块钱 所以我今天就准备 以10块钱的价格卖掉 我觉得现在好像最唯一的就是说 我应该带一个凳子啊 是不是要喊口号啊 这户就是家里面那个做草地的 对啊 夏天你比如说切水果呀 切西瓜什么的 清洗比较方便 这个是那个我的补光灯 就是这个对对 我就把它吸引顾客用的 一伞一伞的 怎么卖的 这个卖挺便宜的 淘宝上卖20 我这个是10块钱 第一次做生意 对对对 这是我那个家里面 自己家里的那个 对对对对 我没有就是尝试一下摆摊的感受 如果需要的话这个还蛮便宜的 10块钱 好吧 好像是对我的那个设备和这些家业比较感兴趣啊 对我的砧板不感兴趣 哈哈 好吧 那可以 那我这些家业也可以当成一个吸引 吸引顾客的那个方法 对不对 看一下吗 砧板 夏天家里面切水果什么的比较好 比较干净 清洗比较方便 灯 灯不买 灯不买 这个 这个 要买我的灯 哈哈 哈哈 套这个 耶 套到了 四点钟才出门 然后现在摊子已经摆好了 但是还是得吃饭对不对 所以在旁边买了那个一盏吃的 这叫软饼 什么8块一个 这两个16块钱 进入这次摆摊的成本里面 16块钱 还没卖一个呢 就已经花了16块钱了 但是还是得吃啊 对不对 太热了 又买了一瓶水 三块钱 又去了三块钱 十九了 走过的路过 不要错过 居家 旅行 必备 神器 哈哈 没生意啊 连看都不看一眼 逛街的这边 江上路这边应该都是比较繁华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帅哥靓女啊 谈朋友啊 逛吃逛吃的那种 像我这种东西比较适合那种居家的 可能针对的那个用户群 就是那种结婚成家的那种中年以上的 是吧 好像感觉很难卖出去 卖出去啊 还是得想一个什么口号啊 或者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样光坐着也不行啊 看一看走过的路过的 居家必备 菜板 夏天必备 哎 要吗帅哥 菜板切水果 美女 菜板 菜板菜板要吗 哎 美女要菜板吗 老板你卖东西吆喝不 你不吆喝吧 你不太会吆喝 那卖东西需不需要吆喝 哈哈哈 你不会是第一天吧 第二天 完了 这个第一天 我也第一天你第二天 好吧 全是新手 哈哈哈 美女要菜板吗 我感觉根本没人看着我们 切水果 夏天切水果的菜板 要不要干化的 干化 干化玻璃的菜板 帅哥要菜板吗 是啊 难啊 哈哈 我一个东西还没卖 那已经吃 已经吃了二十块钱了 这旁边都是带小孩出来感受生活的 他们把那个家里面那个娃娃拿出来 然后十五块钱一次来烙娃娃 哎大姐要菜板吗 这夏天切那个水果呀 针板 对对就是针板 这是钢化玻璃的 比较好清洗也比较清 就这样的 一洗冲一冲就可以了 可以看一下 对啊 这个是钢化玻璃的 没问题的 淘宝上卖二十 我今天就卖十块钱 这是自己家里面多的 要吗 拿一个吧 多是肯定是不行的 个是可以的 看一下这个大哥卖的啥 老宗便宜 5块钱 5块钱 老宗 我抢个镜头 哈哈 现在已经六点五十五了 要快七点了 已经摆摊了一个半小时 两三个人 三四个人来过问了一下 家里为您 没事 我不抽烟 谢谢我不抽烟 现在好像到七点钟 感觉人就多了一些 好多人啊 都吃完饭了 估计 十块钱的菜板要不要 十块钱的菜板 卖完回家 说生意不容易啊 感受到了 太多人了是吧 卖的人太多了 买的人少 都是光的 大家都是过来出来透透气啊 什么的啊 菜板要吗 十块钱 便宜了 你好 真板要吗 切水果用的 真板要吗 十块钱 真板 切水果 挺便宜的 这淘宝上卖二十的 这十块钱 这就这样子的 不能多肉 就切水果 西瓜呀什么的 多肉肯定不行 太薄了 防煤防菌的真板 十块钱 要不要美女 好热 我天 这都是年轻人 估计不会要的 要真板吗 十块钱 十块钱的真板 切水果 夏天在家里面 十块钱 十块钱 买不了上当 买不了吃亏 这美女好漂亮 汉服 哎呀 连看的一眼都没有 大画的都没有 我的天 这怎么搞啊 阿姨要真板吗 十块钱 夏天切水果 在家里面 很便宜 清洗也很方便 美女要真板吗 切水果 夏天在家里面 清洗挺方便的 我要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也没用 不容易啊 我看了一下旁边 好像都没开张 就没有开张的 对面也没开张 那边也没开张 有没有开张的 阿姨要真板吗 夏天切水果 清洗挺方便的 十块钱 没事 把你拖出来浪费时间 是吧 是的 时间就是金钱 多少时间时间 所以这样 他再给我金钱 哈哈哈 还不如在家玩游戏 还不如在家玩游戏 是吧 多爽 对啊 这体验生活 体验一点都不好 是吗 还得招受社会的孤打 哈哈 都没有开张 我觉得我的这个摊位还蛮好看的 多炫啊 是不是 一闪一闪的 可惜没人看 但是这个运气不好 这上面那个空调滴水 没办法 今天看样子是卖不出去咯 这是武汉最热最热烙的江汉路哦 这摆地摊 跑这么远来也没有人要 大家都是拿着卖的 卖炫花的 三四四块 三四块 便宜卖啊 买真板 卖真板 十块钱 哈哈哈哈哈哈 你送都没人要 送都没人要 你知道吧 7点20 这个是什么 换位置了吗 声音不好换一个地方是吧 好热啊 这天如果再往后的话 这个地摊真的很难买 今天还下了雨了 就比较凉快嘛 如果到了30多处 到后面30多 40度的时候 这个地下都开始冒气冒那种蒸气 那摆地摊就更难受了 好样的 喊了半天喉咙也喊干了 超市门口对吧 不适合在这个夜摊这块 定位不对 不是说什么拿个东西过来 就可以就可以随便卖的 你拿过来也不见得卖的料 这个还是要看 就是你的顾客群你所卖的东西 这是目前我卖了这两个小时的一个感受 因为周围的都没有都没有卖掉 好打击积极性啊 已经不想吆喝了 他们已经收摊准备回家了 收摊了收摊了 收摊了十块钱 收摊收摊了不卖了不卖了 一锅怎么买曲鸽 一锅怎么买曲鸽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让别人来喊我老板的感觉 哈哈哈 好了老板再见 这东西一个没卖出去 哎 但是胆子比之前要大一些啊 感觉就是刚开始来的时候 不是就觉得特别的担心嘛 就是那个挺忐忑的 但是后面就越来越放得开了 虽然一个也没卖出去啊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生活的不易 也感受一下摆地摊 也不是那么容易卖出去的 也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一件一件事情吧 我觉得不管你是那个位置呀 还是你卖的东西呀 对不对 都是有讲究的 并不说你拿个什么东西就可以 在某个地方就能卖 就能够赚钱 并不是那么容易 我觉得 又累又热 又渴又饿 汗流太热了 往后天气越来越热 这个地摊真的是越来越难摆 空手而归 买的吃的 还包括比较省钱的一个交通工具 公交车吧 已经花了30多块钱 对吧 回去可能还要吃吗 所以估计吃饭可能比你甚至赚的还要多 虽然一分钱没赚到啊 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 是不是有认为摆地摊很容易 希望我这个视频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 好了 我是罗宾 拜拜 后来回来路上就下了起来大雨啊 我想说这次第一次人生的摆地摊体验 会让我记忆深刻 我觉得真的都好不容易啊 你看这么大的雨 我今天没带伞 不要把摆地摊想的那么的完美那么的好 不要美化摆地摊 好吧 我觉得这个摆地摊真的不是一般人 也是迫不得已的那些人 才会去做的一件事情 真的不容易 一分钱没卖到 甚至身体还全部抓湿了 还全部打湿了 好了 就这样了 拜拜 真的不要美化摆地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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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